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六齡媽媽頻道 三齡兒子分享紅錢公園 那因為現在是櫻花季的關係 所以紅錢一出來就會有 蠻清楚的指示 跟大家講說 如果要去紅錢公園的話呢 要往哪個方向走 它現在在這1號這邊 百元 這個地方10分都有一半 就可以到紅錢公園 1號公車站跟2號公車站之間 它這裡有一個 土庫的巴士長這個樣子 一樣是上下顆刷卡 我們到紅千層了 它旁邊這些都已經長出葉子來了 那個河裡面還是有點花髮的 路程河裡面還是有花髮的感覺 它就剩這一顆 那個支垂鷹 好像開比較晚一點 那紅千層裡面呢 蠻多都已經有葉子了 不過裡面還是有一些就是 但是可能也是尾聲了啦 紅千層前面的橋 那邊也還有一個 很漂亮 很可惜喔 旁邊這邊的 都已經 樹葉都跑出來了 不然會更好看 這還有護城河遊船 它撐竹髮的 這裡啦 底下就是傳說中的花髮 滿滿的秘密麻麻的 過來這裡看 這是2019年 六齡媽媽去紅千公園拍的照片 當時櫻花是鋪天蓋地 護城河裡到處都是花髮的景象 今年因為是氣候異常 造成櫻花都有早開的現象 大概都早開了10天左右 所以今年的追櫻人 很多人都共沽了 山林兒子最有把握的紅千公園 也都葉櫻了 補上幾張六齡媽媽當年拍的照片 紅千公園櫻花季 該有的樣子就是這樣喔 這才叫花髮櫻花盒 要進來紅千城呢 要在這一個售票廳 就是紅千城的天守閣 在這售票廳買票 然後從這個地方入場 這票長這樣 一個人320 它還有另外一個套票 就可以去三個地方 包含植物園 還有一個是什麼紀念館 當然因為我們只想要看天守閣 沒有想要去別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買這320的一般票 前面呢 就是紅千城的天守閣了 這邊呢 特地搭了觀景台 讓人家這邊可以 更好的去拍這個天守閣 這邊還特別用了一個紅千城的字 這裡拍起來很漂亮耶 天守閣 天守閣呢是可以進去的 就我們買了個票是包含就可以上到天守閣裡面的喔 要看看裡面是什麼 然後就是一些展示 這裡還有紀念品店 我們順路 我們順路先去二樓 來來來去二樓 要不然你在樓下等我 那你走先 這階梯很陡喔 你扶好喔 這邊有 他們城主的家回嗎 現在上來到第三層 上面蠻小的 而且它樓梯超級抖 看出去外面的景色 這邊有整個紅千層的模型 這邊有整個紅千層的模型 從紅千層出來了 它這邊有一個 就簡單的小市集 哇那個烤油的味道好重 那個是什麼東西 這黑黑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剛剛看到很多人在買這個 那寫的好像很厲害一樣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我剛剛翻譯了一下 好像是魔玉 好像是巨無霸關東煮 一百塊啊一百塊 要洗衣服 哦好 一緊一緊 三菱兒子 橫三八 不知道什麼東西 要吃 什麼 魔玉是什麼 過來一點好不好 口感怎麼樣呢 說不出來的味道 就有點類似那個 愛玉嘛 QQ的 好吃嗎 然後是鹹的 我聞到醬油的味道 嗯 醬油味 很重 你來試一下 如何 什麼 醬油的 啊對 蒟蒻 是蒟蒻 對 說不出好不好吃啦 我就覺得 就是特別 然後來到這裡可以試試看 它是麻糬耶 麻糬 然後下去加那個料 要嗎 不要 沒想到它這個 集市很長耶 對啊 剛剛那邊 上面轉角以為沒了 就是到後面都還是 開始 所以我看到一個很大的鳥居 然後呢 到後面這邊開始呢 是 玩遊戲的 然後這個 噢 這個是那種360度的那個車子 欸 欸 它那個旋轉的 這個旋轉的這個啊 竟然是人下去轉的 好好笑喔 這真的很傳統耶 竟然是手工去轉的 還第一次看到 沒有撈魚耶 你小時候沒玩過嗎 那就好啦 很專業耶 他們撈超多的 看他們盆子裡面都是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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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個 這裡有 六尼媽媽最愛的釣魚燒 但是我們都不喜歡釣魚燒 欸 這釣魚燒很厲害耶 它是加草莓 加油的莓的耶 加很多東西耶 不行 這個 我們不太喜歡 它這個 市集很大耶 而且這個地方好多人在錄影喔 不是錄影啊 就是直接野餐坐在這裡 這邊整個都吃給你們看一下 到後面還都有 很大一片 我們呢 現在要去找章魚燒 不知道這個是不是 有個章魚的圖案 終於找到章魚燒了 500元一份 它這個是寫說 漲價 欸 他們日本也是一直在漲價 原本500元有7個 現在變成6個 它這章魚蠻大塊的 看你笑 棒 很好 欸 他們包的很功夫耶 這是他們章魚燒的包裝 不過它不是現烤的 有一點熱熱的 它就全部包好在那邊 這樣讓你帶走的時候呢 也不會說 冷掉 登登 怎麼看來像章魚燒 對 怎麼 有點不太像 這是章魚燒嗎 嗯 有章魚就叫章魚燒 但是看起來好像很好吃耶 拿一塊 好奇怪的味道 它是加醋的 嗯 加醋的 酸酸的 然後是蛋 真的是直接打蛋吧 蛋燒 我們呢 洪田呢 今天晚上呢 打算吃拉麵 那拉麵呢 就在這一棟 山上什麼東西的一個 這個房子裡面 這個是 經被列為他們的 建築遺產 反正就是古蹟 竹竿結社 竹竿呢 是小魚竿的意思 它這邊一樣是用這個機器 竹竿拉麵呢 是一個 就是在秦森地區這邊的一個 拉麵的派系 那店面其實不大 就是吧台區 然後再來就是這種 兩個方桌 我們點了一個辣的 一個不辣的 來試試看 竹竿結社呢 這個竹竿呢 是小魚竿的意思 就是用小魚沾去熬出了湯頭 這邊呢 是竹竿結社的拉麵呢 是沾麵喔 看起來很厲害 這個肉超大塊的 哇這個是辣的 這是不辣的 多了這個辣 多了這個東西 這個辣渣之類的 它這個湯 好濃郁喔 真的就是小魚乾的湯味 還有小魚乾的味道 它麵呢 就是把這個麵 撈來這個湯裡面 然後沾著就可以吃了 不過有時候我覺得 蠻麻煩的 所以等一下會想要 把這個湯直接倒在這個麵裡面 會比較符合我們一般吃麵的習慣 好吃 我這個呢 就是我選這個辣味的 它這個有點類似那種 所以說我醬那種 辣渣渣 我看起來像是蝦米耶 是蝦米 這個很香 然後其實不太會辣 主要就是香 我把湯倒進去了 不過湯有點少 這中間還有這個湯可以加 你看了一下 它有蝦子的跟雞清湯 還有煎魚的 想要加蝦子的試試看 這個是蝦子的 剛剛有翻譯過了 然後是冷的 加在那個麵裡面 你加進去你覺得怎麼樣 我們今天吃起來 兩個人都覺得還不錯 乳丹結色 青森紅錢這裡的話呢 可以過來這邊吃